大家好 可以看到这个是从LIFT旁边过来的第一件就是了 今天想让大家介绍的是X2 PUTUX2 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了LIFT出来 你看它的走廊是相对相对特别大的 所以这间单位呢 是2300多方尺 然后过后呢 屋主是马来是度假 度假制住的啦 所以它现在是有小异想要卖 所以你看到一进来这个是你的协除位置 所以当然协除是薄了 啊薄过了 然后过后呢一进门 可以看到呢 整个 Cilling的高度呢是10侧 然后是已经是 放了巴士Cilling了的 所以如果是witha巴士Cilling的话呢 是差不多是12侧高 所以你所看到的呢 你一进来的旁边就是登场跟 电话 然后 先带一个看厨房 所以这个是你的 厨房 然后这些当然已经释放 呃 全部组就是做好了 然后呢这件是它的 你的Yard Area 就能洗的地方 然后过后还有你的Store啦 相对讲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 不要的话你可以remove来做成一个房间都可以 然后这里还有一间小房呢 这个呢 可以讲是一个工人房 啊可是如果你没有工人的话呢 你把你的洗衣机放过来这里呢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接厕所 OK 好 现在带大家去看房间 好首先我要先带大家看的是小房 小房呢是在 门进来的左手边 的一个小房 说 听清楚啊 这个是个小房啊 然后小房其实是特别的大 啊 也并不小 嗯 说你所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包裹了 小 都可以在这里 热水器全部都有了 所以简单一讲你是真是拿衣服进来住就可以了 这是个小房就看你要放床还是放 书座那些啦 嗯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去看 中房 第2间房中房哈 说中房呢你进来左手边是一间厕所 那你可以看这种房是相对来讲是 深的很大 啊两张双人床 OK还有很多的位置 所以这里其实根本就是可以住一家 来可以放买baby床进来 看一下 而且他的你的房间的view来讲 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你的正外面的是你的阳台 等一下带大家看阳台 阳台是特别的大 所以x2呢这个空多呢 其实呢 他建好到现在呢 他这个特点 是特别的大 所以相对来讲2000多方匙呢 这一间呢 也才卖 750千而已 而且是fullly furniture 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是想要 打个family 然后你不要再太大负担的话呢 其实这一间是蛮不错的 这是主人房的厕所 说还有一个 很好的地方呢你是还有一个浴缸 这种厕所左手边是浴缸 右手边是花灑 当然这些东西完全都是 房 前屋主会留下来给你啦 然后也是一样你这里呢 你也可以走出去 阳台 可是不一样的是说 这个阳台呢是属于主人房 自己本身的阳台 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客厅 有人会从客厅的阳台走过你房间 所以直接pareview 从你看出来外面来讲的话呢 是看到 versity floor 泳池 篮球场 Tennis court 然后过还有一片湖的 这个湖井 所以像这个湖井的这个单位呢 会是比较少的单位 而且会比较安静 而且风的话是比较大风 比较凉爽的 好现在带大家去看客厅 所以 客厅呢是 已经有一个L-ship的 sofa 然后电视器风扇 Aircon全部都有啦 啊 所以当然是阳台哈 阳台呢 阳台是有多宽 你可以看到 是 超到是个 无扯长 无扯的宽度 啊 长度不用说了 长度这些是到二方去 啊 从你的view来讲呢 相对来讲 啊 你看出去就是泳池了 嗯 然后过去看出去 整个 不充 所以 这整件呢 其实是 特别的划算 而且方向来讲 也不会太热 所以这个 房间也不会太暗 所以从这里看过去 整个客厅呢 相对来讲 是特别的空 啊你还可以在家 任何东西你要的 好了